上了个厕所,从烂毒鬼变成毒神 摇身一变成为当地巨妇 结局却非常的悲惨 今天的故事来自白兔姐 很多年前,白兔姐的老家 有这么一个人,叫强子 冲着叮当响,特别喜欢毒 家里被他堵得一瓶如洗,且运气极差 没有赢过 有段时间,这个村里计划用电 一到晚上七点之后就停电了 一帮人闲着无聊,又叫着强子打麻将 玩到十点多,这个强子突然肚子痛 找人顶了自己一下 跑到外面上厕所 那个年代都是汉测,几家人共用一个厕所 这个墙子走到院子外边 正往厕所走着 突然看到旁边的墙头上 有一双金黄色的眼睛盯着他 他就寻思,这谁家猫呢 怎么还是金黄色的眼睛 就准备过去吓唬他一下 于是就朝着那堵墙走过去 那走到还有一两米距离的时候 看清楚了,好大的一只黄鼠狼 墙子这人泼皮胆大 见状也不害怕 冲着这个黄鼠狼就喊了一嘴 大半夜的,你干啥呢,滚 骂完之后 黄鼠狼呢,跟能听懂似的 搜索一下,窜走了 这个墙子呢,骂骂咧咧的往厕所去了 到了之后,开始享受人生 那享受的差不多了 突然就听到外面一阵脚步声 朝自己这边过来了 那时候的汉测呢,都是外边 搭一布帘,也没有门 听到有人过来,都会招呼一下 那有人,等等 这个墙子呢,就这么喊了一嗓子 结果那个脚步声啊 走到布帘外,才停了下来 墙子一听,又说了一句 马上了,再等会儿,一边说着呢 一边呢,就开始做善后工作 那这时候呢,就听到门口 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看我帅不帅 那墙子这人呢,平时没心没肺的 也喜欢开玩笑 一边立裤腰带 一边呢,就说 帅,太帅了 我这辈子啊,都没见过你这么帅的 说完呢,就准备 掀开帘子往外走 突然,刚刚在门外的那个声音 在他背后说了一句 嗨,还是你小子有眼光 一下子给墙子惊到了 要知道啊,那汉策 满贡也就只能勉强的蹲一个人 墙子是刚起身往外走 身后那个人是怎么来的 真要是个人呢 他肯定掉坑里了 且上一秒这个声音还在门外 下一秒就到了身后 你说啊,这个心再大 他人也慌了 墙子是麻溜的一路狂奔 头也不敢回 跑回到牌桌上 跟大伙一讲 都说他吹牛逼 结果当天晚上 一位赌神诞生了 墙子头一回啊 一杀三 把那三个人淫惨了 打那儿以后如有神助 赌什么淫什么 未尝一败 很快在这个十里八强都出名了 都叫他赌神 墙子家呢 也富裕了起来 就这么过了几年 墙子有钱了 娶了个媳妇 正所谓 人逢喜事 精神爽 墙子家河北的 离北京近 当地呢 有一个在北京讨生活的大哥 就了解到墙子的情况 找到他 说要带墙子去北京发财 什么情况呢 那哥们呢 也没什么正经生意 就是给老板们搞服务的 身边有几个老板特别爱来牌 尤其是其中啊 有一位贵人 人来牌呢 不怕输 主要是怕对手技术不行 有点独孤求败的意思 这哥们呢 就投其所好 把墙子引荐给了那位贵人 好家伙 墙子的排技啊 很快得到贵人的认可 也成为那个圈子里的红人 跟这个贵人走得近了 八截墙子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 没几年啊 这个墙子在老家 就盖起了一栋楼 那个时候呢 还是九十年代初啊 盖的还是带两层地下室的楼 为什么是两层呢 家里别人送的东西 实在放不下了 并且他媳妇 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你说这多幸福 然而墙子的好日子 到这儿也就到头了 首先呢 是他儿子 办周岁生日宴的时候 来的宾客太多 墙子跟他媳妇都喝醉了 一觉醒来 儿子被墙子压在身下 没气了 原本是个喜庆的日子 转眼呢 变成了一出惨剧 墙子也因此消沉了一段时间 但北京的业务他不能推 老板们还要赔 很快呢 墙子又被召回了北京 开始了没人没业的生活 那有一回参加一个赌局 为了避免被打扰 大家的大哥大 都放在外面的一间屋子里 几位老板的马仔看着 也就是那个晚上 墙子的电话响了十来回 但马仔们一看 是墙子的电话 也知道自己的老板 不怎么待见墙子 电话没有接 更没有通知墙子 谁能想到 那是一个救命的电话 墙子的媳妇不知道犯了什么病 口吐白沫不停的抽搐 家里只有两个没有文化的老人 急得团团转 奈何墙子的电话 没有人接听 周围的邻居 因为墙子平日的趾高气昂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 等到墙子赶回家的时候 两位老人哭瞎了眼 媳妇已经在家挺失一天了 前脚儿子刚走 后脚妻子离世 墙子的情绪 在这一刻也崩塌了 也让他想起了 两年前跟那位贵人一起 见过一位师父时 师父对他讲的话 见好就收 你的这一切都是拿身边的亲人 他的气韵换来的 不知道你应该感谢当初帮你那位 还是该恨他 但有句俗话说的好 道理人人都懂 能做到的没有几个 墙子不找自己的问题 把这一切都归结于那帮老板的身上 如果说当天晚上他可以接到电话 结局也许就不再一样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 墙子陷入了万劫不复 自己的身份充其量 就是一个高级陪玩 连前客都算不上 那回到北京之后 在酒局上 墙子呢 把自己的恨意 抛洒在那帮老板的身上 然而他并没有想过 他的身份是谁给的 一位很有分量的大佬 见到墙子口无遮拦 对着一帮老板 邀我喝溜 指桑骂槐 就点着这个墙子的脸 骂了一句 你算个毛 这句话就彻底点燃了 墙子心中的影线 拿起手中的酒瓶 狠狠地扣在那位大佬的头上 毁容并且砸下了大佬的一只眼睛 再也没有人愿意为墙子出头 大佬的雷霆手段 让墙子直接进了耗子 并且给他扣了一顶 他承受不起的帽子 墙子呢 被判了十多年 家里的所有财物都被没收 房子也被查封 两位老人接受不了 接耳联斯的打击 也都撒手人欢 等墙子出狱的时候 人也傻了 在里面啊 不知道跟什么人起了冲突 一条腿也废了 每天都傻乎乎的 站到那个曾经 他看见黄色眼睛的地方 墙已经不是当初的墙 但墙子依然每天对着墙 就站在那 不知道是在期待什么 进化水月啊 终究是一场空 也许那个夜晚就注定了墙子 这样的结局 那毕竟呢 所有的不劳而获 都需要拿别的来还 好了 我是老票 下个故事见